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英文叫realtor或者叫real estate agent 中文好像在国内叫房产中介 其实一回事就是帮助大家买房 在加拿大居民的房产分成两大类 attach和detach detach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独立的 独动的 通常是指独立屋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别墅 attach就是表示连体的或者叫一体的 这类房产里主要分两大类 一类就是叫townhouse 翻译成中文呢 有叫镇屋 有叫排屋 也有叫人体别墅 还有一类就是公寓 也就是楼房我们所说的 不管是高层 矮层 水泥 木质都属于这个范畴 今天主要说说公寓 好 我们先看一下温哥华地区这个房屋市场的总体的走势 这是大门地产局的发布的一个从1977年到现在 这个房屋市场走势的一个图 我们可以看蓝色呢 是独立屋 它现在价格将近200万 红色的是连排屋 大概100万 下面是公寓 大概是70多万 温哥华地区现在这个10月份最新的市场报告呢 给大家看一看啊 第一个就是平均售出价格 现在平均是74万7 比去年同期上涨了将近10% 挂牌天数11天 也就是说每个公寓挂出来11天平均就瘦出去了 很快的 每平方英尺的价格呢 现在是851加币 也是比去年涨了 再下面呢 是一个市场库存 就是说现在在库存就是代售的公寓有多少 是3900多个 库存减少了41% 就是说现在库存很少了 市场还是比较火热 新挂牌的公寓就是上个月10月份 新拿出来卖的公寓数量是2154套 也比去年同期减少了25.7% 我们看一下专家对明年大门市公寓市场的预测啊 他们认为稳中有升 原因有这么几条 第一是低利率 现在加拿大各大银行的贷款率率相对来说都是比较低的 再有就是低库存 从刚才那些数字我没看出来 现在公寓的库存很少 就大家选择的机会比较少 再有就是需求 需求提前几个方面 一个呢就是新移民 加拿大未来三年计划每年40万 一共120万移民要涌入加拿大 相信多数人都会选择多伦多和邦哥华 而且新移民来了以后买房是首选 公寓相对比较便宜 会是他们多数人的选择 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留学生 疫情过后大量移民 留学生又回来了 他们或者租房或者买房 这都会给公寓市场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当然上面说的这些都是一些专家的预测啊 我个人觉得呢 是不是买呢要取决于你 如果是刚需的话 我觉得什么时候你都要买 如果是投资的话 那就慎重一点选合适的机会 公寓呢有很多特点 我觉得跟独立屋比起来 除了价格的优势以外 它还有以下几点 第一个呢就是公寓通常都建在市中心 这种楼房啊 所以住在公寓呢 显然交通方便 购物方便 一切都方便 公寓的第二个优势呢 我就觉得它的安全系数 要比独立屋要好一些 因为它有统一的管理 有大门 有的公寓甚至有警卫 第三点呢 也是公寓的好处 就是你可以免除了打扫自己前院后院这个烦恼 节省很多时间和精力 另外对于爱玩的人来说 出去旅游 锁上门就可以走 住独立屋的就有很多要担心的了 第四点我觉得也很重要 就是通常公寓都有自己的clubhouse 翻译成中文就是会所 我当时之所以选择住公寓 主要就是看这个clubhouse 现在我就给大家看看 我们这个公寓会所是什么样子 这个左边是健身房 上楼梯是游泳池 这还有个电梯给残疾人用的 这边就是娱乐室 大概就飞这么三块 我们先看看健身房 我们先看健身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音乐 音乐 音乐